民国初年 对我发誓名字 我记不得了 银城回忆录里 有可以唱晒蜡烛的后生 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 是个老师 没有智慧 夏天人家晒衣服 寺庙里晒金书 晒书 有人告诉他 他是香灯丝 香灯丝 你管一下蜡烛 上没了 搬出来晒晒 结果一晒都晒化掉 晚上做完课的时候 没蜡烛点 他就把那个晒化了的时候 点上 这个 维诺斯看到了 提笑皆非 向老和尚报告 老和尚好了 换人 别叫他赶香灯了 看他那么老实 老实人 有福 老实人成就 会成就 方丈和尚认识他 叫他到阿越王寺 那你供得 释迦牟尼佛设例 叫他拜设例 一天三千拜 拜上三天 他开悟了 他能做师 他能做祭祀 他不认识 就跟慧能大师一样 他说 别人给他写 送给老后 老后看 真开悟了 那开悟了 陈大将军 讲得头头是头 所以 什么人有福 老实人有福 老实人有成就 和中国人有说 说 mahdoll 没 heard zich 尾 ad scholar 说 钭 钭 钭